公主殿下 奴婢治错了 奴婢再也不敢了 还望公主殿下恕罪 最后那道糕点是你做的 正是 因为不小心将糕点打翻了 所以就用自己家乡的糕点来顶替 以后再也不会这样 做得好 可不是做得好吗 还让帝君夸赞了 务必要把那道糕点 如何制成的一点一滴都交给我 既然一胸夸赞我 那我便是要次次都做得这么好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这便完成了 花心呢 内馅呢 无忧花自然是用在制作无忧膏的外皮上了 既然是叫无忧膏 那它的内馅自然是由直勺之人的心死方可完成 心死 既然叫无忧膏 无忧无忧 那便是要对症下药才好 那花心的话 就需要 用公主自己喜欢的心就可以了 那我要放一兄最喜欢的茶 快 上茶来 请问公主要上什么茶 什么茶都上 是 去 照公主说的去准备吧 是 是 前几日 见英雄喜压这小点心 之后今日又做了一些 还望英雄品尝 吧 梁三殿下 前日在宴上借你甚是喜爱之鹤的手艺 你先 谢敌君 怎么 味道不好吗 公主 这无忧膏的口感依旧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他为何没了无忧之境呢 好你个小酒 小酒 公 公主 为何我做得如此难吃 你居然敢耍我 公主明鉴 奴婢不敢戏耍公主 只是 这无忧花糕的花心 人人都会有所不同 我也不知道是这个结果 人不同 既然义兄喜欢吃你做的 那我偏要和你做的一样 公主的旨意你敢不同 奴婢不敢 其实我做的无忧花糕 也是一些很普通的材料 我用的也是东海冰晶紫禁蜜露 唯有 这雨时花根有些不同 不过是雨时花根罢了 这有可能 这普通的雨时花根 怎么能称得上公主您呢 依我看 自然是要用 往生海中心的雨时花王的花根 才是绝妙啊 这样公主思思珍贵的心 帝君她才能感受得到 不错 不错 雨如 替我整妆 去往生海 是 跟我走 是 是 公主啊 愿你也能早日大车大午 好好做事 开我的腰 我得好好休息一下 小九 你干嘛呢 天归是不准人犯懒吗 你还愣着干嘛 你与我一同前往 我亲自监督你寨 啊 既然雨时花根就在海底 小九 你下去给我挖来 啊 啊 啊 茶点都准备好了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是 是 帝君 德姆姆送来魔君烟池物的战帖 请求与您一战 不得了 帝君 这该如何回复 崇麟 你看这茶叶如何 启禀帝君 崇麟 看不出其中的门道 那你可知道 茶叶最讲究的是什么 帝君以前说过 茶叶最讲究的便是 采茶硬石 石机 崇利明白了 果真幻彩生辉 走 回泰晨宫 别走啊 公主 明明应该是这公主受教训的 公主 怎么倒霉的却是我呀 别 停下 难道连老天都看不过去 因为我不乖 公主 要惩罚我吗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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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